华步服务中心所属社区医疗中心将于12月特别推广家庭计划 及与医生一起散布活动 华步服务中心董事局主席武进群介绍 华步服务中心为更好的服务新老移民 本次将全面向华人社区推广两项活动 包括家庭计划咨询辅导 多重福利造福社区 项目如下 免费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以下提供有关生育保健及避孕咨询 及妇科检查 并提供避孕药保险套子宫还等 最值得注意的项目是 只要如上述年龄规定前来中心做家庭计划咨询 即可获得免费B型肝炎第一次预防注射 接着二次继续注射 每季只收10元 此项优惠待遇只有300个活动 请尽早预约 五金群并且介绍 另外还有一项活动是与医生一起散步活动 每天步行30分钟 可以有效减少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风险 改善血压和血糖水平 保持标准体重 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 改善精神健康 改善血脂 减少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减少乳腺癌和结肠癌的风险 减少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步行是少碰撞的运动 它比跑步对关节更有利益 今天就行动 与医生一起散步 活动时间 每月第二个星期六上午9时 地点 华步服务中心 社区医疗中心 我们今天是非常的高兴 得到联邦金属在上个月 给我们更新一个 本来每一年 它是给我们这个经费的 以前是给了三年 后来呢 减到两年 后来今年我们因为是 努力的做事 得到很多我们社区的人来支持 所以呢 今年它是给我们 再三年的经费 所以一共是两百三十万 我们将会把这经费呢 用在 学区方面 比方说 很多医疗的 就是 免费的医疗的服务 这一关我们都是给 很多这些需要帮忙的人士 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范围呢 矿大 比方说 我们将会给这个 Hyperthetic B 这个是B型的肝炎来注线 平常这个是两百多块的 我们只可以免费只收 二十块的手术分而已 因为这个经费呢 我们博出来是有限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十二月份之内呢 要过来 替我们助手来办办 这个名额是 现在是 限定是三百个 来最休闲的 来 出办这个 在十二月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